冯绍峰新恋情疑似曝光,夜会火辣女伴,赵丽颖再次被牵连 前段时间,冯绍峰因为出席亲子运动会,单膝下跪把腿当凳子给儿子休息 被暂时称职的好爸爸,口碑也好了很多 没想到转个身便有狗仔爆料冯绍峰夜会两美女,疑似新恋情曝光 4月底,冯绍峰和朋友在酒吧聚会,中途冯绍峰司机带着两美女加入 聚会后,俩美女在车上等冯绍峰,朋友便想拉着冯绍峰往美女车上送 虽然冯绍峰还是上了自己的车,但美女立马开车跟着回了冯绍峰的住处 第二天冯绍峰出门见朋友,两美女便从冯绍峰家中出来 晚上冯绍峰回家后,便只剩下一位美女回冯绍峰家了 从照片来看,冯绍峰夜会的两位美女各自都十分高挑,身材也很是火辣 尤其是之后独自回冯绍峰家中的黑衣美女,个头更是又高又瘦 黑衣美女接连两天回了冯绍峰家,冯绍峰回家时打扮也是稀松平常 被质疑两人感情已经十分稳定了 这下网友炸锅了,感慨有孩子的人寰这样,并质疑冯绍峰前几天被拍到带孩子是故意的 就在几天前,冯绍峰参加亲子运动会还被指带娃狠有一套 冯绍峰全程对儿子十分贴心,一会儿帮儿子弄奖牌 一会儿蹲下身子给儿子当凳子,堪称超级奶爸 赵丽颖的缺席,也让冯绍峰的好爸爸形象更加光辉灿烂 如今看来,网友质疑冯绍峰树立好爸爸形象,就是为了洗白自己的感情生活 冯绍峰夜会两女冲上热搜后,网友也是闸开了锅,赵丽颖的粉丝更是气疯了 还有人质疑赵丽颖之所以和冯绍峰离婚,就是因为南方玩的太花 2018年10月,赵丽颖冯绍峰官宣结婚,两人之间相差9岁 网传冯绍峰家境富庶,父亲是纺织业巨头,拥有百亿身家 原本是想让冯绍峰继承家业,但冯绍峰偏偏偏想闯一闯娱乐圈 这个说法没有得到证实,但冯绍峰入圈后资源确实极好,几乎步步都是男一号 赵丽颖在佳琪如梦,所青秋扮演小丫鬟时,冯绍峰就已经是男一号了 但当时冯绍峰还没注意到赵丽颖 直到2016年,两人在西游记女儿国中实现首次真正意义上的合作,才擦出爱的火花 之后知否让两人感情进一步升温,终于在2018年步入婚姻 所以说冯绍峰和赵丽颖是因细生情,不过在此之前 冯绍峰已经和妮妮、林允因细生情,孩子扑增对杨幂有过好感,情史相当丰富 2021年4月,冯绍峰赵丽颖官宣离婚,离婚的原因外界众说纷纭 不过外界认为冯绍峰显然不知道离婚的原因,因为她连赵丽颖为什么和她结婚都不知道 曾在节目中表示,不知道赵丽颖是因为喜欢自己才结婚,还是为了结婚而结婚 算起来,冯绍峰赵丽颖已经离婚三年了,两人虽然离婚,但却被拍到一起带孩子聚餐,相信依然是朋友 既然如此,即便冯绍峰有了新恋情,想必赵丽颖也是会祝福吧 最近,关于冯绍峰的新恋情仪是曝光的消息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这位45岁的男演员被拍到与两位身材火辣的女性在夜间聚会 引发了媒体和网友的热议 与此同时,赵丽颖也不可避免地被牵连进来,成为了话题的一部分 在这里,我们希望能够以一个理性和温暖的角度来谈论这件事情 并向广大观众传递一些积极的思考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明星的私生活也是他们的个人权利 作为公众人物,他们的每一个举动都容易被放大和解读 然而,大家在关注他们的同时,也应该保持一定的尊重和理解 冯绍峰和赵丽颖虽然曾经是夫妻,但他们如今已经各自生活 过去的感情也已成为历史 我们应该尊重他们各自的选择和现状 而不是过分关注和评论他们的私人生活 其次,赵丽颖作为一位优秀的演员 他用他的才华和努力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尊重 他在职业生涯中所取得的成就,完全靠他自己的实力和付出 尽管在冯绍峰新恋情的新闻中,他被牵连进来 但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他在工作中的表现和成就 而不是将他卷入不必要的八卦和争议中 在这样的事件中,我们也可以反思一下自己对待明星私生活的态度 或许我们应该多一些宽容和理解,少一些批评和指责 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 无论是冯绍峰还是赵丽颖 他们都应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 而不必时时刻刻活在公众的聚光灯下 此外,作为观众和粉丝,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明星的作品和他们在专业领域的表现 冯绍峰和赵丽颖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 他们为观众带来了许多精彩的作品和难忘的角色 无论他们在私人生活中经历了什么 他们的专业精神和敬业态度都是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 在娱乐圈中,绯闻和八卦总是层出不穷 但我们要学会分辨哪些是真正有价值的信息 哪些只是炒作和留言 对于冯绍峰的新恋情 我们不妨抱着一颗平常心去看待 理解他们作为普通人的生活状态 不要让八卦新闻影响我们的判断和情绪 最后,希望大家在关注娱乐新闻的同时 也能够保持理性和冷静 不被流言飞语所左右 让我们一起期待冯绍峰和赵丽颖在未来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用他们的才华和努力继续闪耀在荧幕上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幸福和满足 同时也希望冯绍峰和赵丽颖在各自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 王一博街舞实力圈粉 导演惊叹五分钟学会小轮车 王一博到底有多牛 为什么合作的人都会经不住的夸他 王一博录制《月动上海》的时候 原来里面有这么多细节 难怪会被夸奖 先让我们来点掌声 那就是这次奥运资格赛上海开幕式 王一博现唱《月动上海》 成功点燃了现场 让观众集体拍手互动 更是带火了热度 为奥运开赛拉开了序幕 这首歌旋律轻快 充满了激情 热力四射点燃了上海这座城市 不过听闻王一博干了一件让人瞠目结舌的事情 在拍摄MV的时候 导演发现他不同寻常的地方 除了是一个颜值爆表的偶像 更是一个有天赋的运动少年 你可能会问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别急 听我慢慢道来 王一博在MV中挑战了四项运动 这四项运动可不是随便跑跑步 跳跳绳那么简单 而是高难度的运动 都知道这次奥运资格赛上海的项目 自由式小轮车 街舞 滑板 攀岩 而我们王一博就在MV中 都尝试过 导演组都在夸的是 王一博不仅轻松应对 还在短短的五分钟内 学会了小轮车 没错 就是那个在街头风驰电车 让人心跳加速的小轮车 而且 他还不止学了一遍 是两次 这学习能力 简直让人怀疑 他是不是偷偷吃了智慧果 王一博 你这天赋不是一般的异柄聪明啊 导演都忍不住赞叹 这不仅是对王一博运动天赋的认可 更是对他学习能力的肯定 在演艺圈 这样的全能型人才可是凤毛麟角 但是 王一博的魅力可不止于此 这次的活动因为他的加入 声量瞬间爆棚 他刚刚唱完《月动上海》 这首歌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 迅速在人群中传播开来 无论是街头巷尾 还是网络空间 大家都在哼唱这首歌 这就是王一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他的实力和正能量形象 在这一刻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说到这儿 我不禁想起了那句老话 当仁不让 王一博就是这样的人 他用自己的才华和努力 不断地给人们带来惊喜和感动 这次王一博在舞台上翩翩起舞 一段纯正的的板街舞秀 让人热血沸腾 为小众运动代言 身体力行在舞台上大秀了一把 还让大家看到了他的魅力 他是随便扭一下就让人上头的存在 这是他的业务能力 更是他出圈的地方 对待舞台 他认真有态度 就是这首歌 疯狂是扫荡了整个网络 热度拉满 话题不断 让更多人关注到了奥运资格赛 吹捧王一博从不来虚的 就是这么棒 让谁不喜欢 舞台秀一来就是这么牛 小轮车五分钟就能学会 还有什么王一博搞不定的 哎呀 夸不完 根本夸不完 王一博在舞台上的舞蹈表现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他那充满魅力的街舞表演 不仅展现了他高超的舞技 更点燃了观众的热情和兴奋 王一博用他的动作和节奏 把舞台变成了一个充满能量和活力的世界 让人不禁为他的才华喝彩 作为一个全能艺人 王一博不仅在演戏上有着出色的表现 在舞蹈方面同样展现了惊人的天赋 无论是复杂的舞步还是高难度的动作 他都能以优雅和精准的方式完成 给观众带来一种视觉和心灵上的双重享受 他的舞蹈不仅仅是技巧的展示 更是情感的表达 通过舞蹈传递出他对艺术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激情 导演对王一博的评价也充分说明了他的运动天赋 在拍摄过程中 王一博只用了五分钟就学会了小轮车的技巧 这种快速掌握新技能的能力让人惊叹不已 这不仅仅是对他身体素质的肯定 更是对他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的高度赞赏 王一博在舞台上的每一次表演 都是他刻苦训练和不断挑战自我的结果 王一博的街舞表演不仅吸引了大量粉丝的关注 也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观众们被他精彩的表现所折服 纷纷在评论区表达了对他的喜爱和支持 他的舞蹈视频迅速在网络上传播 成为了一时的热门话题 王一博用他的努力和才华 再次证明了自己在娱乐圈中的实力和影响力 王一博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才华 更因为他对每一次表演的认真态度和对艺术的敬畏之心 他总是全力以赴 用心去诠释每一个动作和每一个角色 这种敬业精神和专业态度 值得每一个人学习和尊敬 他的舞蹈不仅带给观众视觉上的享受 更传递出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 激励着更多人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总的来说 王一博在舞台上的街舞表演 是一次令人难忘的视觉盛宴 他用他的才华和努力 向观众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艺术魅力 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力量和美感 让人不禁为他的舞技和表演所折服 王一博的成功不仅仅是个人的胜利 更是对所有热爱舞蹈和艺术的人的激励 期待他未来带给我们更多精彩的表演 也期待他在各个领域继续取得辉煌的成就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